白薩再給到晴恩 晴恩今年這個球季來到另一之後 他真的要做很多的事情 迎擊要求 打瓊斯沒有打進去 再給到外線四速度角 尼克拉斯勤標進了三分球 一個球權的差距 晴恩右側四速度角 投進了第一節個人 第二個三分球 郭凱翔突破之後再找晴恩 這一次更遠了 晴恩 單捷的第三顆三分球 防範戰術要如何來跟觀眾來做集數 就是他就是一個佈陣 就是一個diamond 然後上下兩個中攻 會當兩個封線的球員出來 然後滿多種的啦 對就是可能就是場上隨機應變 先把這個陣型出來 對就簡單來講 他就是會做一個diamond的一個陣地戰 陣地戰 然後 三十五平 兩對戰時間都打得比較混亂 晴恩 一條龍切入 上籃得分 三分球我是覺得是好事啦 因為畢竟 現在的三分球的效率 可能會比遠距離的兩分的效率還要好 對 陣前教練低到這一點 就是門檻設高一點 對 就算沒有達成 至少你也會往那個目標不斷的經濟 對 你會去接近那個數據 晴恩 面對Perry Jones的防守 一對一 step back之後 跳投 這是一個father beat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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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跳